-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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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紙是人類最親密的夥伴 但是每天使用這麼多張衛生紙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換成再生紙做成的衛生紙 能省下多少環境資源? 這次我們親自前往了陣隆在竹北的造紙場 實地去了解再生衛生紙的製造過程 因為是100%使用再生紙漿製造的 所以首先就要從這些全台各地回收進來的回收紙開始 這些紙上面因為有許多的雜質 例如油墨、定書針等等 所以需要先經過一系列的處理 第一個步驟是散漿 工人操作這台纏斗機 將大量的回收紙產入這台散漿機裡面 散漿機會一邊灌入水分 一邊用底部的刀片將這些回收紙打散 散漿後的紙漿接著要去除裡面的雜質 這裡會使用這台高濃度去污機 用旋轉的方式將較重的雜質往下排除 只留下上層較輕的紙漿 下層就會像這樣把定書針等等的重物給排除 接下來要把回收紙上殘留的油墨給去除掉 加入脫墨劑 接著進入到這個大型的浮選槽當中 進行浮選的步驟 一邊旋轉一邊將浮上表層的油墨給吸除 除掉雜質與油墨後的紙漿 除掉雜質與油墨後的紙漿 要再使用這台去污機進行進一步的清洗 才能成為可以用來製成衛生紙的紙漿 才能成為可以用來製成衛生紙的紙漿 我們的原料紙漿已經準備好了 接下來紙漿會進入這台超紙漿 超紙漿會把紙漿均勻的噴灑在沙網上 接著紙漿經過毛毯抽吸壓榨後 再經過400度高溫的烘缸 將剩餘的水分烘乾 烘乾後的紙接著會有起皺刮刀 在紙上製造出許多細小的皺紋 這個步驟就是讓衛生紙漿的 比一般紙漿柔軟的秘密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原紙給捲成這樣一大捲 工人接著會操作這台大型的吊掛機器 把兩個紙捲移動到這一台附捲機上 附捲機會把兩捲紙疊合在一起 我們平常抽衛生紙的時候 一張可以分開成兩小張剝的紙 就是透過這個步驟完成的 然後把紙捲的紙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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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合好的紙捲接著就會被裹上一層塑膠膜 放到自動化倉庫裡面儲存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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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需要進行加工的時候 剛才的紙捲就會被送往這台摺疊機上 在摺紙之前會先進行表面的壓花 摺紙的時候 基數抽的紙張是使用一個紙捲 偶數抽的紙張是另一個紙捲 為了消費者使用的時候能夠順利的連續抽出 所以要使用這種交錯的摺疊方式才可以 摺好的紙現在是這樣長長的一條 接著透過輸送袋送往這個暫存區域 衛生紙就被送到另一個樓層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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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二樓的加工區就要開始進行裁切和包裝 這裡會使用一個不停旋轉的刀片 同時用輸送袋把衛生紙往前推進 就可以裁切成指定的長度 衛生紙接著被送進這一台包裝機 包裝機會將外層的塑膠抹套在衛生紙上 並且進行加熱與密封 普攻英環保衛生紙 除了紙紙本身採用100%再生紙漿 就連衛生紙的外包裝袋 都是有環保認證的綠色包裝 包裝好之後 這樣一包包的衛生紙就算是製作完成了 不過他們還要再前往下一站 這些衛生紙接著被送到另一台串包包裝機裡面 當累積了一定的包數之後 再用外層的大包塑膠袋包裝起來 加熱密封 一串串的衛生紙接著由機器進行裝巷 一箱裡面就有6串 總共72包的衛生紙 大約足夠一個家庭使用一整年 一箱的衛生紙接著經過輸送袋 依照產品的不同準備送入各個自動化倉俗區 機械手臂接著把一箱衛生紙從輸送袋的尾端 搬到自動化倉俗的軌道車上進行堆疊 軌道車接著就會把堆疊好的衛生紙放進倉俗內儲存 最後再由工人將這些衛生紙搬上護車 滿車的普工英環保衛生紙就準備送往各個店家的倉庫和護家上 準備被人們帶回家給我們的鼻子、屁股身上最溫柔的呵護啦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普工英環保衛生紙製作過程啦 他們這一次也特別給了我這個再生希望的種子喔 那我們就在這邊把它種進盆栽裡吧 那它裡面其實就是一個盆栽跟土還有一些種子啦 那麼首先把土給倒進盆栽裡面 像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土的量其實給的還蠻多的喔 土到好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挖個小洞 就可以把這顆非常漂亮的種子給塞進去啦 好那我們就把它取個名字好了 就決定叫做阿璞吧 雖然說它不是普工英啦 那接下來阿璞就正式成為我們工作室的一員啦 好啦那如果說你有購買普工英環保衛生紙的話 可以到資訊欄下方的這個連結裡面 參加他們的種下希望抽好雨的活動 可以抽到這個盆栽或者是一年份的衛生紙啦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種產品製作過程的影片覺得如何呢 我自己是覺得做的蠻開心的 在製作過程當中你學到很多東西喔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也許這個未來呢 可以發展成一個新的工廠系列也說不定啦 OK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訂閱小鈴鐺 或是螢幕上的關卡也別忘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按個讚 五個月 來五個月 四個月 在製作過程中